EA8888 EVO4 EA8888 EVO4 EA8888 EVO4 大家好 歡迎收看EA8888 EVO4 今天來到了EA8888 EVO4的進氣篇 跟大家講一下很開心 我們終於等到 到貨了 跟大家講一下這次的 進氣跟上一代的進氣 當然外型上有不一樣 我覺得是更好看 然後它連背蓋也都是carbon的 然後跟大家講一下 這一次的 設定有點不一樣 因為它沒有含膠管 為什麼沒有含膠管呢 因為在EA888 EVO4引擎上面 不管是Golf R 體系的引擎 或是GTR體系的引擎 我們都需要換一個 我們的進氣渦流管 那進氣渦流管的話 它就會含肥腸了 所以如果我進氣也含肥腸 進氣渦流管也含肥腸 你就會多一個肥腸 所以呢我們現在設定就是說 如果你買進氣 我們是不含肥腸的 但是它這邊還是可以 塞回去你原廠的那個進氣管 那如果當然建議你買進氣 就連進氣渦流管一起買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 附這個肥腸 那這個肥腸呢 為什麼我們只附在這裡 是因為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Forge的肥腸 這個是原廠的肥腸 這個是原廠的肥腸 它的size比它大這麼多 所以你原廠的肥腸是進不去的 所以說我們不能像七代一樣 沿用原廠的進氣管 所以一定要附肥腸 我們既是已經把原廠的進氣套 那個進氣的東西拆下來了 那我大概跟大家講一下 原廠的跟我們Forge的 有什麼不一樣 首先呢這個進氣端 這個就是裝在前面 然後它是這樣子的 然後這個會裝在前面 然後它進封的地方是往這邊 你可以看出這邊是開的 然後這邊是封起來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它有做 可是它封起來 那當然很多人會 小撇步就是把它剪開 那你可以看一下 這邊有開起來 所以你撞封的時候 它是從上面吸氣 但是Forge呢 它改了全部打開有沒有 然後這邊是封起來的 所以說你行駛中呢 它會強制進氣 導封到你的進氣的濾心那邊 所以是有幫助那個效率的 一樣的就是改善它的效率的問題 那你看它這個 進來以後又要下去 然後經過濾心又上來 一樣它經過了很多層 那Forge的進氣呢 它直接進來 撞風進來 強制進來這邊以後 就吸到我們的肥腸 然後進氣為了 我要進去了 所以呢 它改善了很多的進氣效率 那趕快把這個裝上去吧 好我們既是已經把 Carbon進氣Forge的套件裝完了 那大致上看起來是這樣子 就是超級漂亮 整個引擎式感覺的高級感都呈現出來了 當然也建議大家可以搭配我們的 Carbon引擎蓋 這樣搭配下來真的是完美 那你可以看到說 你看這邊是進氣 兩邊都有進 都已經開啟了 然後呢 撞進去以後 它可以強制進風到這個地方 那我們這邊的集氣箱也夠大 它會除空氣 所以你在帶出的時候 你種彩油門的時候 它這邊有足夠的空氣讓你吸進去 那你看原廠 它這邊是蓋起來的 所以這邊是沒有辦法進氣的 現在都已經改善這個問題 所以Forge的進氣呢 就是改善了所有的進氣效率 讓你搭配更好 搭配我們的肥腸跟進氣渦流管 那如果對於進氣呢 你喜歡的話呢 不凡你可以參考我們Forge的進氣套件 我們下次見 掰掰